太子殿下怎么来了 前几日本宫照顾不周 让凌儿受了委屈 这不 特意带真儿来向你道歉 好妹妹 上次的事情是姐姐的错 我也是担心妹妹入宫后吃亏 所以才一时着急心切 现在想想 真是伤了妹妹的心 现在外面的人呢 都还不知道怎么说我呢 娘娘哪里的话 要学习的人是我 吃不了苦的也是我 怎么就成了娘娘的错了 只是臣女没想到 娘娘竟然也把那句戏言当真 还真是叫人意外呢 姐姐糊涂 听信了小人的馋言 妹妹勿怪 娘娘言重了 臣女怎么会怪姐姐呢 听闻姐姐最是喜欢赏湖 不如我们沿着到湖边走一走 好啊 娘娘是怕臣女动摇了您的位置 所以才对我下手的吧 我是太子妃 我有什么可怕的 如果真的有天命在我身上 太子殿下应该会很担忧吧 不过我看太子殿下 还是很喜欢娘娘您的 应该不会为了这么虚假的传言 就动摇您的位置的 你知道就好 臣女啊 此生只愿得一人心 才不愿去身妾身 你到底想说什么 莫非 太子殿下 真有意要将我收入东宫 这有意义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可是有婚约的人 知道啊 要是能早点认识太子殿下 这一切可能就都不一样 对吧 雪玲儿你给我听着 像你这种的奸夫 是永远不可能当上太子妃的 只要我在一天 你都别吓了 妹妹只是开开玩笑 人家何必认真的 滚 别碰我 灵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